Hello,大家好,我是阿杰 欢迎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怎样做咖喱蛋煲饭 在准备好的虾仁里加一些料酒 用手把它们抓匀 腌制五分钟去除腥味 在锅中倒一些油 先把饭煸炒一下 炒饭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用隔夜饭 因为隔夜饭的米饭水分发挥的比较多 所以米饭容易成为颗粒状 当然这也是老一辈留下来的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再倒一些油 把腌制好的虾仁煸炒一下 然后把配料也一起加入煸炒 随个人的喜好可以加入一些玉米粒 胡萝卜丁,青豆,火腿丁等配料 把炒好的饭也一起加入 和配料一起煸炒 加入一些盐、糖和鸡精 盐不能多 因为等一会儿加入的咖喱汁也是有咸味的 煸炒均匀后盛出备用 现在准备三个鸡蛋 把它们打匀 在平底锅中倒一些油 把鸡蛋倒入锅中 用筷子把鸡蛋弄成全边状 不能煮太久哦 否则鸡蛋会很老 然后把鸡蛋盖在刚刚炒好的饭上 放两片小番茄点缀一下 也可以放一些其他的绿色蔬菜 最后淋上咖喱汁 蘸蛋的周围 这样这道咖喱蛋爆饭就做好了 大家都学会了吗 欢迎大家可以来给我留言 和我分享在厨房中的心得 谢谢大家